大家好 我是Donald 我是Ricky 今天我們就實測一下蘇格蘭的旅行團 通常香港人都喜歡自己去自由行 不喜歡走去哪兒就走去哪兒 為什麼我們這次要佈團呢? 因為我們不懂駕駛 若是蘇格蘭旅行的話 不懂駕駛是很麻煩的 這就是很多人佈團的原因 亦是我們這次佈團去旅行的原因 所以我們今天就實測去旅行團 Let's go 有很多香港人喜歡自由行 可能因為行程方面自由之外 又可能是擔心中伏跟著強壁購物團 又或者是鴨仔團 那我就試一下Google搜尋一下 跟團的好處 那就發現了這六大的好處 不知道是不是都是你心目中所想的呢? 而我自己就最認同就是 什麼都不用計劃 跟著去就是了 這次我們到底是中伏還是中獎? 我們看下去就知道了 神祖樓能參加本地遊 心情是怎樣的? 其實我是很不習慣 這麼早起床 因為除了平時上班 平時自己去旅行 我都是睡到10點11點 我不是說行程那些來的 不過今天我們就看看 他會不會帶我們去買手相 會逼我們買手相 還有我們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在牛仔團會的景點 碰一碰 碰一碰 我們就要走了 如果大家在香港有看過這個臥底旅行團 今天我們就實測做這個臥底旅行團 我們會跟大家評價分 究竟他們的行程 有多少分 以及價錢是否值得 我們這次是否臥底 值得不值得就不知道 我們要完成整個旅程 我們才會告訴大家 值不值得大家參加 這次我們還會去三個地點 但是要自己去的話 除非是開車 不然也會有些貧物 這次我們就參加了 Highland Explorer這間的旅行社 今天我們會到達的景點 就會去Lock Lomond Sterling Castle 以及The County 而團費方面 就是每人41磅 大家就要留意旅行社的優惠 好像網易一樣 大家都看到 最高是可以減20磅 好嗎? 這架車也挺新的 在這裡 我們已經上了一輛車 這架車其實也挺新的 剛才還看到City哥哥 他也是穿了蘇格蘭鵝 是超級蘇格蘭 這架車也有30多個座位 其實他真的很寬落落 好開心啊 好緊張啊 這邊可以穿上山嘛 我們經歷了大概半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就到了第一個景點 有傳聞說這個carpus的名字是屬於這個惡魔 當你走到湖邊的時候 它就會吸走這個靈魂 當你被它吸走的時候 它就會化成你的人的樣子 這樣就在這裡生活了 另一個說法就是 它會化成一個很漂亮的男生或者女生 去勾引你的靈魂 我們走近一點去看看吧 The Carpus 每隻30米高 每隻300噸床 這個新興的公園除了有金魂的雕像之外 在這裡附近還可以踩單車 散步和做水上活動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馬的下面 哇 其實真的很大隻馬在上面 其實現在就很大雨 天有不渣之風雲 很大雨 那就沒辦法了 但是也沒有了我們的啞慶 沒錯 你看看 這隻馬巨韻有30米高 即是100呎 導遊說 雖然它的樣子是馬 但其實它不是馬 剛才Donald也有說到 它是來自一個 邪靈 它是不是叫邪靈 英文叫Evil 那中文叫什麼 噩摩 噩摩 那就是會吸走你那裡的液心 所以導遊都覺得奇怪 為什麼政府會有一個 噩摩的形狀 的雕塑在這裡 所以它都 這樣看上去的時候 原來真的有不同的一番景象 如果沒有下雨的話 大家就可以在這裡拍到很多的美照 在晚上它還會發光 如果想自己來的話 由愛丁堡王子街出發 坐巴士大概要一個小時 頭半個小時 無論是坐巴士還是坐火車 都需要轉車 坐火車還是巴士 費用都相差不遠 坐火車的話 非繁忙時間來回 就要8.4磅 而坐巴士的話 每程5.5磅 來回的話 就11磅 坐完巴士或者火車之後 再轉巴士 每程就1.8磅 如果我第一次來的話 又是自由行 我自己就會坐火車 因為限時限刻 有去到哪個站 它都會有廣播 因為最害怕就是Bist的站 不會下車 哇 當時你的衣服都濕透了 有把傘也沒用 真的很大雨 還有呢 雖然今天呢 雖然你也是 雖然今天呢 去到2月 但其實呢 今天也算是冷的 天氣 我想現在的氣溫 我想只有一兩度 加上下雨 加上濕透 都挺冷的 不過我們可以進去旅行中心 看看 在這裏有很多蘇格蘭特色精粉的手信 如果想買手信的朋友 這裏都很適合你 超美 這裡有個小鞋子 是不是真的給BB穿 應該不是 很可愛 他們的手工超美的 你看這些 這個旅客中心 除了有手信 外 如果你真的覺得 睡得冷的 想喝一杯東西 坐下 這裏都有一間餐廳 是 點頭 我這樣吃 哎呀 突然要不怕 應該吃 6 這個 在坐旅遊巴的途中 他就會播出一些音樂 然後他就會講一些歷史 講一些故事 其實這個安排也不錯 因為平時我們坐旅遊巴都是睡覺的 但這個時間就問問大家 你喜歡聽歷史還是睡覺呢? 你想聽歷史或故事的話 就按一字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是喜歡睡覺的話 留言二字告訴我 那我就看看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因為我來之前 我完全沒有看過這裡的地圖 我只是上網看到一些景點 一些特色的地方看過 至於怎樣走呢 其實我都沒有一個概念 所以今天非常之好 就可以跟著這個導遊 我們現在就在山上 其實我們現在走到一半 其實今天剛好下雨 空氣很清新 其實我很喜歡聞下雨的味道 那待會呢 導遊就說 我們還要走上去 哪裡 這裡 我們為什麼要走上去這裡 唉 很難得有個機會可以脫下口罩和我起 唉 不過 哇 這裡也有滴水滴了 我們來報名這個團之前 都沒有想過要走這個山路 不過幸好呢 我們今天呢 就穿到一雙 行山防水的鞋 如果不是呢 都幾大 因為 行這個山路都幾滴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提一下大家 那如果你真的報這個團 記得穿好一點的鞋 啊 哈哈哈哈 我們走上了這個千禧森林報道之後 就上到這個山頂 看到這個湖景了 八媽霞這個村莊 是很多人選擇來野餐和旅行的地方 看到網上的照片 我覺得 好天的時候一定要來多一次 雖然今天下雨 景色好像一般 但是如果好天的時候來 這裡真的好美的 如果由愛丁堡出發 開車過去大概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那在格拉斯出發呢 那就會近很多 大概五十多分鐘 那就會到的了 如果自己由愛丁堡坐火車來的話 嘩 都要三個半小時的 那各位就要考慮一下 如果想在這裡吃午餐的話呢 那這裡也有間咖啡給大家選擇 在我們走進這間咖啡 想買東西的時候 導遊看到我們在拍攝 然後他又聊我聊天 然後我當然是把握這個機會 跟他聊天 大概兩半年 所以你去過了很多 那些名牌的地方 對嗎 對 所有的熱場 在河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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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最愛的地方 那是困難的地方 有很多 每季都完全改變 所以你永遠都不會太累 看到那些地方 我明白 你可以告訴我們很多故事 他在同時 所以我非常享受 沒有問題 謝謝你來 歡迎來西加蘭 那這個旅行團呢 就不包午餐的 即是不包午餐 午餐是自費的 我們就帶了一個包 不過那個包呢 你看看 比我家人都這麼扁 本身它是脹一點 比我家人都這麼扁 這個呢 就是 就是我們今天的午餐 你的頭濕了 扁了 扁了 剛剛 今天早上出來的樣子 完全是兩枚屎 是不是扁了 你的包多扁了 還很好吃 好像在吃餅乾 哈哈 其實除了包 我還有巧克力 那這個包包呢 幸好就沒有用到 因為什麼背脊呢 因為可能天氣夠冷的時候 就沒有用到 除了包包呢 還有這個 巧克力 好多人吃了 開餐啦 開餐啦 我們已經來到這個 這個城堡呢 這個城堡呢 就是在蘇格蘭的歷史上 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席位 所以在這裏 就有很多場的戰爭發生 有很多重要的皇室成員 都住在這裏 我們進去看看吧 Sterling Castle 曾經經過無數次的營手 亦都是戰爭的中心 很多蘇格蘭皇室 和這裏都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當中還接代了很多出名的人物 包括是James 六世 和瑪麗皇后等等 這個城堡每年吸引了 50萬名的遊客參觀 對於家庭來說 是一個理想的旅行地方 和對準備結婚的準生人來說 是一個夢幻的婚禮場地 和拍婚紗照的地方 你在做什麼 這部機器可以玩 玩什麼的 這個是 剛才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標數 這部機器就讓你去設計 不同的顏色 對鞋都可以 對鞋都可以 對鞋都要黃色 這個我覺得很適合小朋友 在這裏玩這個天色遊戲 還有你可以在遊戲當中 學到不同的互動 好像挺有趣 然後它最後尾巴結束 就會彈出來 這個很有趣 Sulghar都是為了打仗 為什麼可能跑得快 不會衩的衣袜 會不會 但是人家說裡面是穿西裝 你覺得他在打仗的時候要不要穿內褲 這個教堂就是很多夫婦夢幻結婚的場地 這裡可以放很多圍 給大家看看 看完這些照片 你有沒有擺酒的衝動 來到這裡我們聽了一個感覺 就好像打機一樣 有沒有打過AOE呢? 就是建成堡 建成堡 再建成堡 來到這裡 這個成堡 感覺真的很壯滿 真的好像回到中古時代 看到一個很華麗的成堡 嘩!這個門真的好矮 因為我這麼矮 都差不多到地 但我這個鬼都走到就想頭了 最後我們都找了一間餐廳 坐下來吃飯 因為實在太餓了 不過幸好在Stuiting這裡找到一間很美味的泰國餐廳 而且價錢都不太貴 有個開始 再加上一個名字 其實都是9磅 9 其實相對於愛丁寶城 就這樣一個的可能 炒飯 已經是十幾磅 所以在這裡吃真的很划 如果下次有機會你們來到的話 都可以吃這一間泰國菜 但我不認識他的名字 叫做 在這裡 即是斯丹泰 斯丹泰 他叫客人呢 斯丹泰 不知道 不如我們做完今天的總結 在這裡 你覺得今天的行程如何 我們一開始都說想做一個實測 看看在本地的一日遊 究竟40磅這個價錢是否值得 我們會分成幾方面的內容 安排 價錢 和服務 我們五分是最高分 然後每個人都給個分數 好嗎 我的頭髮真的很扁 沒辦法下雨 今天真的下足整天雨 好 那我們是不是要數三聲一起給分 你一個是內容 內容 即是說我們喜歡這個內容 沒錯 好 3 2 1 3分 3分 我們今天去了三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看一個人頭馬 不是人頭馬 是一隻很巨型的馬 第二個就是去了Lational Park 一個很大的湖 以及很大的公園 而第三個就是來到Sturley Castle 那為什麼你會給三分呢 新的地方 沒有去過其實也是OK的 第二個景點 其實對我來說就是一個湖 可能都是因為下雨前 真的沒有什麼看 對我來說最吸引的 就會是城堡和建築的地方 我就很開心可以看到城堡裡面有些歷史的東西看 你最喜歡看這些 對 所以加上還有三分 嗯 而我覺得鋼馬 其實我覺得也值得去的 拍照也不錯 那我反而喜歡公園 看到那些小鳥 其實很開心 看到那隻小鳥 原來那隻小鳥 還有我覺得那裡的植物的種類真的比較多 因為呢 導遊說有很多不同的品種在那裡 雀鳥 樹木 那如果不下雨 我覺得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反而最後 所以 扣了兩分 因為你拍不到打卡照 拍不到打卡照 反而最後 我一向都不太喜歡歷史這方面 不過我覺得英國也算好了 因為它有一些互動的遊戲機 那就 給一些不太集中到去看剪粉的朋友 那就可以去玩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旅程的內容 那我給三分 那接著呢 就是 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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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安排就是 就是 鴨仔團 他們的時間翻譜 會不會好趕 嗯 分布得均不均勻 好 3 2 1 你也是三分 我也是三分 那 這次我先說 那 我覺得今天很趕 最初兩拍 就是看馬 還有看國家公園 因為馬那裡 我們就這樣走過去 其實我們拍了很少的東西 拍了一張照片 半個小時就要走 嗯 其實很多東西都看不到 是啊 如果天氣好 那 應該留的時間 我們相對應該會再多些 因為 其實繞過一圈 然後還有一個 旅遊中心 其實裡面都還有很多東西看 那其實 我都沒有時間 認真地繞過一圈 看一下 其實就已經要走了 另外在 第二個景點 國家公園 那邊 他們留了一個半小時 那其實 都是一樣 如果時間 或者天氣好一點 應該都會拍多些照片 那 相對來說 它的 其實都是不夠 因為它 走上山已經用了一個小時 對 就是上了山 再下來 其實都差不多 你再走出去 其實就要上車 對 但是最後這個 城堡 在這個String 那裡 就有三個小時 嗯 三個小時在這裡 不過三個小時 其實我覺得 整體是一天的旅程 都比較趕 對 因為看一個城堡 譬如你這樣看 進了城堡 要看一個多兩個小時 所以走去大街 這個 看看這個String的地方 其實三個小時 都是剛剛好 嗯 所以其實是整天的時間 放這三個行程都很緊 不過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我會 這裡兩個小時 給我半個小時 我去拍照 遇上了天的旅程 然後 還有半個小時 去個 去個國家公園 嗯 對 因為本身這個城鎮 真的比較小 嗯 看完這個城堡 然後你其實還有大概兩個小時 所以多一點的時間 走一條街 嗯 所以相對來說 在分佈時 有分佈時 可能不太均勻 又或者好像我們這樣 來到這間餐廳吃飯 其實也蠻開心 因為剛才吃了 黑天褲羅加上魚餅 整件事都很太吃 嗯 因為我很久沒有吃過太過的東西 哈哈 那之後那個是什麼 最後 不是最後 是 就是兩個 服務 先 服務啊 3 2 5 5分 那你先說一下 5分 嗯 其實呢 我覺得她那個導遊的講解服務 歷史 都非常好 有些什麼問題 她都很nice 可以回答你 而且她的英文聲音很容易聽 她一點口音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 算了英文口音的部分 她有5分 嗯 那我就覺得 嗯 因為這個 其實香港很少有這個情況 因為她是司機 但是也都是身兼導遊的職責 嗯 那她說 一路開車又說 很詳細的 你不要怕 歷史的事件 其實我有一點點擔心 因為她 要開車 雖然很小心 但是呢 她又要 在這裡說很多資料 嗯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 會有一點點 安全上的擔心 但是整體上呢 其實她都很nice 那 那為什麼扣了一分呢 就是安全方面 另外就是 其實她 除了 帶我們去 開車 講解 再帶我們到幾點之後呢 其實她就沒有其他的 嗯 的介紹啊 或者是 帶團形式的一些 到達後的景點的介紹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 嗯 那最後 最後 最後價錢 價錢 覺得值不值呢 嗯 我覺得是 可以接受的 嗯 那我自己覺得 有了三個景點的話 嗯 嗯 都 其實算划算 因為呢 其實很多人去參加這個旅行團 不像我們這樣住在外丁堡 我們這次去不到就再參加我 但是呢 很多人就在倫敦上來 剛才我們有個團友跟她聊天 她在Manchester上來 嗯 就來玩兩個星期 那這個就是她其中一個旅程 那她在Manchester上來 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還有 你要有價錢 就是 我們就說星期六日就隨便去 但是 每個月在那裡上來就不同了 嗯 所以我覺得 如果跑景點來說 這三個景點都值得去的 即是來到蘇格蘭都要去這個景點 嗯 還有我覺得是非常之適合 那些 不懂得開車的人 沒錯 沒有車的人 嗯 因為如果你要自己搭車去這三個景點 都很麻煩 嗯 嗯 如果比較一下 我們自己之前去聖Angelo的感覺 嗯 其實聖Angelo我們沒有車 然後我們會搭貨車載著巴士 其實在交通方面 其實已經用了大半天了 是啊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 譬如一家人 這樣要帶著小朋友 那你又沒有車 但是又想有一天的行程 嗯 其實這一樣的本地的 本地遊 一天的服務 其實我覺得是挺舒服的 因為 你只是上車 然後她就會帶你一天去不同的地方 嗯 看多了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輕輕鬆鬆 然後去了幾個景點 其實是 我覺得是挺好的安排 嗯 那在指標以外 你今天玩得開不開心嗎 我覺得是很好的 哈哈 那我也覺得是很好的 那 雖然不能拍很多相片 但是去旅行的這個心情 都是非常好 那希望呢 接下來呢 可以再遊覽多些蘇格蘭 因為蘇格蘭都很多不同的景點 嗯 好啦 如果看到這裏的話 你還在看下去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留言給我們 如果你都喜歡今天我們的這條影片的話 分享出去 等我們鼓勵我們 然後我們下次再可以去到 不同的日本地遊 不同的線 然後介紹多些蘇格蘭的地點 避難的避難的避難 對呀 那如果你想請我們這杯咖啡的話 下面也有連結的 記住留言 或者你留言告訴我們 下次你想去哪一個地方 那我們就看看會不會去到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